字幕提供 安達專員, 專員 你吵甚麼鬼?你吵死了 我看不到你, 我有點緊張 你知道你是我的指路明燈 沒有你, 等於人生沒有樂趣 不僅你, 很多人都這樣說 你看看留言專櫃嗎 馬上看 這位朋友叫暗黑仔 他說這幾天 頭頭碰上黑 買東西留下東西, 搭電梯就找電梯 連家裡盞燈也壞了 真是灰到霸 其實人心滿希望, 不用灰到霸 專員, 你有方法鼓勵他嗎 沒難度,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按得專員 出發 這張燈全都很漂亮 全都是土耳其燈 暗黑仔這麼灰心 就送一盞色彩薰薰的土耳其燈給他 照亮一下他的人生 對…反正他家的燈又壞了 我們買哪一盞呢 怎會買, 有點誠意 親手做給他送給別人 我們有請, 就是土耳其燈的老師 Musa Musa Musa, 你好, Musa 我不懂得說土耳其燈 你們好 為什麼你的普通話這麼好? 因為我在現在五年 西江的問題 要我留在五年韓國 韓國畫得一樣這麼厲害 我覺得不是 土耳其燈有什麼特色? 土耳其燈的話 我們把很多不同的顏色拼在一起 做出一個很好看的東西 這麼多顏色拼在一起嗎? 會不會很難嗎? 立刻教我們吧 一起學吧 很緊張, 不過我什麼都不懂 怎麼可以拼得像他們的花那麼漂亮 別管, 為什麼現在看到 這麼多顏色就真的花多顏暖 這麼多顏色怎麼配搭? 你首先要拿一些顏色 放在你的紙上 先要在紙上拼在一起 然後我給你們看 要怎麼把它們貼在空白的燈罩上 原來有些偷雞的位置 這裡已經砌好圖 你跟它配好顏色 然後就砌上了 不, 你看得到 它是彎的 它的玻璃是平的, 怎麼貼? 怎麼貼? 可以, 沒問題 你先拼這些, 我會拿出來給你看 先拼一下 好嗎? 拼一下 我喜歡白色的, 我想做點光猛一點 我喜歡紅色 你喜歡紅色? 你支持人生嘛 像東檔一樣 粉紅可以嗎? 知道嗎? 好, 但他很質疑 他每個顏色都有不同的形狀 譬如粉紅色、藍色 所有顏色都有 菱形、三角形、正方形 方便你組, 也挺好 我們最多用的是菱形的 它比較傳統 因為它的意思是永恆的意思 菱形… 代表永恆 這個可以嗎? 好, 可以 我也差不多了 可以全部用光鏡嗎? 對 不是全部, 我用透明, 通透 那我現在就給你們看要怎麼貼上去 首先我們要用膠水 貼在燈罩上 現在可以從中間開始 從… 我以為是沾上去 對 要將膠水貼上去 要從中間慢慢開始 向外, 向外 你貼不貼青 貼在外面, 怎麼可以 要轉一個圈再轉外面 你不是做一筆的 菱形很厲害 我真厲害 我也很想看看你會組成怎樣 你對得很準 漂亮嗎? 很漂亮 真是日痕一旋 我讓我留 他在這裡組成後 我們這些小豬仔 你可不可以教我們組成嗎? 我們要加一點膠水之後 我們可以放點小豬豬 Musa說, 我現在這樣組成後 再擠多一次膠水 有些乾的地方 然後開始切豬豬 我想問我可不可以這樣蘸下去嗎? 你可以試一下 真的嗎? 真的嗎? 那有技巧嗎? 可以教我什麼技巧嗎? 難道是一顆切嗎? 你可以這樣把它們這樣切 好, 慢慢來 對, 慢慢來 有技巧 整個敏下去有機會會沾其他位置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這樣 是嗎? 不過我也想嘗試沾下去 後面的… 可以… 旁邊怎麼搞呢? 旁邊的話, 你要放點膠水 讓膠水可以多一點 因為小豬豬需要更多的膠水 黏豬豬要加多一點膠水 你加些膠水, 它才會黏得緊一點 而且你要把它切平, 你知道嗎? 你懂得這麼膚淺 我剛才已經偷了絲 是嗎? 譬如我想做一些雜式 我就要用刀碗 然後將不同顏色的豬豬放進去 然後這樣倒進去 很漂亮嗎? 很漂亮 漂亮嗎? 漂亮 搞定了, 你看多漂亮 搞定了, 還要擀一擀 但是這樣, 為什麼會白色呢? 你要用膠水把它們貼上去 如果圍洞它們, 它們會容易掉下來 所以我們需要加工 我們會在上面放白色的泥 而白色的泥會幫助玻璃片 還有玻璃珠做得很結實 原來… 我漏了, 原來不僅僅 還要加工, 加到它會有爆色 黏得它黏一黏 怎樣掃也不會掉下來 那對, 燈是熱的嘛 對, 久了就會溶 但用那個就只黏成它 那交給你了 沒問題 初學的做得算不錯了 對嗎?有規有矩 但是大家看看, 配合這些… 真是小毛見大毛 初初以為機器做出來 原來全部人手做的 真是心機爺, 歎為觀止 欣賞這個土耳其文化 我這次接觸土耳其的裝飾品 是幾年前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漂亮 但今天一上所願, 懂得製造燈 我覺得很開心 土耳其的藝術品這麼色彩繽紛 我也想再製造多一點 送給暗黑仔 那你學一下土耳其水中畫就行了 水中畫? 那就請教MUSA吧 MUSA, 教什麼叫水中畫 對, 水中畫是 這是土耳其的傳統繪畫方式 就是在水上, 它就是原料 然後做出來的圖案印在紙上 或在絲巾上 原來是一個藝術品 即是傳統的藝術品 加點顏料, 水中 反正就做出來就完成了 所以你可以做到絲巾也行 對, 挺好 你不碰絲 我碰不碰, 有絲巾在這裡 怎麼會不碰呢 好… 快點教我, 我上課了 好, 我們要用刷子 等一下 這支筆有什麼特別? 我們用的所有材料都是天然的材料 比如說我們用的刷子 這個是玫瑰汁 玫瑰汁 然後這邊就是馬蹤, 就是馬的頭髮 用馬蹤模來做素 全部天然的 天然的, 對 我想問, 貼的時候有什麼技巧? 你要多多練習這樣就是… 就這樣? 對 就這樣嗎? 剛才它就是…你看到沒有? 它就是這個顏色會下來的 對, 現在的顏色開始出來了 剛才我也覺得顏色太淺了 我們要把它這樣子 那可以畫出一個什麼圖案? 現在我們隨意地做 要靜一點就可以, 對… 越靜越漂亮 很漂亮 整個應該已經出了立體圖案了 很漂亮 是不是很多層次? 這還不錯 我們現在要用一個樹子 還有一個梳嗎? 讓它做 好, 你過來 怎麼樣?是這樣拿嗎? 對…要把它拉下來, 過來 好可愛 慢一點 要慢一點 好像這個 快一點, 沒分別 要慢一點, 如果快一點 上面會有一些泡泡 很快, 起泡的 很漂亮 真的不簡單 在上面還可以做一些東西 比如說… 有幾個層次, 又好像有味 很漂亮 先放中間 用紙又沒有要求 能吸水的紙就可以了 吸水就可以了? 吸水就可以了 這個放下去要放多久? 三、四秒就可以了 再三、四秒就完成了 好漂亮 你看, 拿來看盆水 盆水是沒有了 就這樣放在這裡, 擠了多久? 做好之後 我們要把它放在一個 特殊的水裡面 它就不會配色 特別的水裡面 定型 就是幾百年都沒問題 真的很漂亮 謝謝Muza教了我們 這麼多土耳其的藝術 應該不用學了 是的 土耳其說做得好, 很棒 怎麼樣說? Troque Guzanne 就是很好的意思 你很厲害 Troque Guzanne 你翻譯好好 一盞土耳其燈 已經送給暗黑仔 至於這幅水中畫 當然是我自己留的 好, 但水中畫 原來可以印到絲巾 還可以經常帶著它 有信息 說什麼… 是暗黑仔 他已經收到我們 速遞給他的土耳其燈 看到上面的七彩繽紛顏色 令他有衝勁和動力 現在信心翻過來 那就好了 困難一日子總會過去 記住永遠都要保持精能量 你果然是大家的名爭 任務完成 安德專員 又搞定了 有錢 你